阿强路过加油站去加油 一掏都忽然发现从家里带出来的钱全没了 从兜里只拿出来一捧黄土 于是他急忙逃离 阿强回家后捡起地上的钱往外洒 没想到都化成了灰飞 他又拿起世界名画放在门口 露出房间的一半不一会儿也灰飞烟命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就在几天前 因为便宜 所以阿强和媳妇阿珍买了这个荒郊野外的大笔书 却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可以许愿的房间 许愿房间对他们各种愿望都答应 甚至媳妇阿珍许愿要的孩子都给 可是阿强今天惊恐地发现许愿得到的东西不能带出房间 得到又逝去的心理让阿强很想搞清楚心愿房间是怎么运行的 他不顾妻子的阻拦开始砸墙 八十八十八十 阿强不断抡起大锤 但是拆到最后却发现眼前是密密麻麻的电线 而墙上的图纸也密密麻麻的如同符咒一般根本看不懂 而此时老婆想晒太阳抱着许愿得到的那个小孩离开了房间 在外面怀里的孩子居然拼命地哭起来 可是听着阿珍一声声撕心裂肺地呼喊 阿强还是没忍住 于是阿强赶紧把孩子抱进屋里面 而孩子身上的鞋子却不小心掉在台阶上 随后马上变成了灰飞 等到阿珍进屋一看 孩子居然晒了下太阳就到了七八岁 他们终于确定了房间的运行规律 在房间许愿得到的东西只能在房间用 但如果拿到外面就会加速直到变成沉度 可是对于许愿得来的孩子他俩却发生了矛盾 阿强认为许愿得到的小孩不是真正的人 而阿珍却认为他就是真人 孩子轻轻走到唐发的两人身边 阿珍像往常一样去拥抱他 他教小孩识字 教小孩画画 小孩有着和一般小孩一样的好奇心 可是他却十分的固执 当阿珍禁止他出去时 他愤怒地砸起身边的东西 他展现了异于常人的暴脾气 阿强网购了一把手枪 这是他为了以后可能出现的意外准备的 可能只有枪才能给他带来一些心理安慰 因为得知许愿房间的东西离开房间就会消失 阿珍对孩子的担心到达了巅峰 在发现有一次孩子试图伸手出去时 他把担心化为了行动 在孩子的眼光下他封死了所有的门窗 两个人这些天精神上被折腾得筋疲力尽 他们睡得很深 孩子突然走入阿珍的房间 阿珍被脚步声惊醒 孩子却告诉阿珍说我爱你 所以想跟你永远在一起 这一刻阿珍觉得自己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于是他紧紧地把孩子搂进了怀里 睡醒的阿强忽然发现身边多了一个新玩具 就在他急忙询问阿珍玩具哪里来的时候 他们发现灯光滋滋的一闪一闪 这是许愿房间的许愿灯光 他们推开房门 房间里居然变出来一个小事件 原来这是孩子的愿望 震惊过后的阿珍随即和孩子一起玩了起来 阿强则瞬间意识到了危险 他气得拉着孩子一把拽了出来 随后紧紧锁上了房门 阿强说他的想法不可控 万一哪天他变出来一群野猪闯进房间怎么办 那就太好玩了 夫妻俩又开始了争吵 可是吵到一半吴明氏却从精神病院打来了电话 吴明氏是这个房子的灭门案凶手 他在45年前杀了房主一家 阿强一把从孩子手里抢过电话 问吴明氏想要干什么 而吴明氏却说 他有办法把许愿变出来的东西弄到房间外里 随后他向一脸不可置信的阿强防患讲出了办